大家好,我是皮修专卖店金美一品店的义君老师 我们的皮修卖场中文网址金美一品店.tw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卖场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皮修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卖场下标 那也非常欢迎预约来现场选购 选购后我们就现场看老师开光 如果有任何皮修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面对面的一个询问 那如果说在购买上有任何问题啦 或是要预约的方式啦,这些等等 还有我们的店面的住址 都可以上我们的老师的网站 中文网址皮修开光.tw 就有我们的联络电话 还有我们的店面住址啦 这些等等联络的资讯 都是在老师的网站上 那我们在镜头上看到这个是百事皮修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近刚到的一个新伙伴 好,那期待呢,这些皮修的主人呢 能够把他带回家 好,能够保护主人 能够帮主人呢 好,要钱 好,帮助主人在事业上 在贵人上面都能够 这个一帆风顺 好,这个财运满满 那我们的皮修呢 这些皮修呢 我们的百事皮修呢 都是天然矿石的 好,这些都是天然矿石的 不论是青玉或是黄玉 我们都是天然矿石的 这个不是压磨品 也不是仿制品 因为呢,我不是在卖装饰品 我希望这些皮修的主人呢 卖这个能够 这个是卖有用的东西 希望这些皮修呢 能够帮主人 帮助主人 好,这个不论在事业啦 工作啦 财运方面 都能够去感受到 皮修对主人的一个帮助 好,那这过来呢 就是常常有人说 老师,我常常 很多人就说他在买 想要跟老师买百事皮修之前呢 我都会先请他上我们的卖场 好,看 好,看我们的一个百事皮修 主要是我们是卖天然矿石 那天然矿石的 皮修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其实他的选择性会比较少 好,那天然矿石来讲 当然我们就是以这个青玉 黄玉 还有黑药石 好,当然以青玉跟黄玉来讲好了 好,他的材质磁场呢 好,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是指天然矿石哦 那压磨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好,那 那可是呢 如果跟外面比较的情况之下 常常就有说 老师,为什么你跟别人的皮修来比较起来 好,觉得价钱呢 怎么会差这么多 好,我想要比较平价一点的这个 百事皮修 其实以天然矿石来讲 我们的百事,我们的天然 我们的百事皮修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亲民 价格非常的亲民 也非常的平价了 因为我卖的是天然矿石 好,不是压磨的 那也不是防品 好,那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比如说以百事来讲好了 这个皮修 一个 我们要选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的价钱是非常的亲民 那如果以矿石的材料成本来去说好了 这个皮修是18公分的皮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18公分的一个皮修 那我今天 我今天师傅要在雕刻这个皮修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我最起码要超过18公分以上的一个矿石 才能去做雕刻 那这个矿石的情况之下呢 必须要 必须要完整 好,它不能有 它不能有裂痕啊 他比如说这18公分的皮修 它不能有裂痕 它不能有矿缺 好,那它也不能有一些什么杂质啦 这些等等在里面 好,你看我们的皮修 好,这没有什么矿缺 这个我们都没有天然 我们都没有我们天然矿石 而且都是经过筛选的 好,没有什么矿缺啦 这些等等 就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你想想看 我今天雕一个18公分的一个 一个皮修以18公分来讲 好了,这款是18公分 那你在雕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一定要挑一个 大于18公分的一个矿石 才能去做雕刻 那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的材料的一个成本 好,再过来呢 雕刻师傅 好,皮修的雕刻师傅养成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好,一个 而且呢 而且又是百事 如果你没有三五年的一个工夫的这个 雕刻师傅 你是没办法雕出来的 好,尤其是我们的皮修 好,我们的皮修看起来呢 非常的有神韵在里面 好,什么叫做神韵 就是看起来它是栩栩如生的感觉 那如果今天你的工夫不在 如果你的工夫不到的话呢 我们今天雕刻皮修起来的一个样式呢 就会感觉到是很呆板 好,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 如果今天我们是天然矿石 第一个我们考量到这个矿石的成本 再过来呢,我们考虑到雕工师傅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皮修的这个什么叫做神韵 虽然在镜头上不见得看得出来 好,那我镜头带慢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每一款皮修其实它都不一样 乍看之下,当然如果你第一次接触 不了解看不懂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比较专业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它这个每一个皮修 因为它都是手工雕的 那其实每一款皮修,每一支皮修 那它的一个神韵 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啊,这个是氢玉皮修 一个氢玉皮修来讲好了 那我们有这种颜色 比较深绿色的 那也有比较一个浅色的一个氢玉皮修 好,你看其实 其实你们大家注意看一下 其实每一款皮修 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神韵 呈出来的神韵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感觉上 它是不是很呆板或是栩栩如生的一个感觉 好,其实大概注意看一下 其实每一款皮修 每一款皮修来讲好了 它的一个神韵等等 都是不一样的 乍看之下是觉得很像 但是呢,实际上看起来 去仔细做比较 它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 当然如果今天是压磨做成的皮修来讲好了 因为它是磨子做成的 当然没有什么神韵 只有两个字形容而已 叫做呆板 所以呢,当然我们今天在选购皮修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请我们的工厂 一定要去帮我挑一个 有一定功夫程度的雕刻师傅 你这个,你功夫不到的话 你雕起来就是很 看起来很呆板 所以我在到货之前 我就是一定会请这个厂商 我们的工厂 帮我挑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工夫 他们雕的皮修才能够有这个 看起来是火火 这个栩栩如生的一个感觉了 那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在卖皮修 可是真正懂皮修的人呢 又有多少人呢 有时候不是说在网路上呢 你们今天这个网路上看一看 啊,糊烂糊烂就可以卖皮修了 那网路上所讲的东西 其实只是皮毛而已 那我只能说 其实我们在买这个皮修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判断 对方说的 店家说的 对 还是不对 而不是照单全收 那照单全收 自己永远都是最大的一个受害者 好 所以呢 想想看咯 我今天的 我今天的 以天然矿石来讲好了 那我今天的 第一个 我材料成本 再过来我雕刻师傅工钱 再过来呢 我们当然有一定的一个利润嘛 那这些等等加加起来 那我们的黄玉 跟我们的清玉 的价位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明了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 是压模来讲 好了 就像我说的 第一个我们不用 我们非常低廉的一个成本 材料成本 再过来呢 雕刻师傅 他根本就没有需要雕工师傅嘛 他只是需要压模 压模就是用这个机器 参成凝胶等等的就参下去了 就这样做了 他哪 他只需要少许的成本 少许的材料费 还要 不需要付这个雕工师傅 其实 以皮修来讲 其实最贵的 就是我们雕工师傅 因为一个雕工师傅 的养成不容易 好 你今年十年的功夫 二十年的功夫 或者是 刚出道的一个功夫的雕工 好 这个师傅雕出来的样子 他就会不一样了 好 所以呢 并不是说我在这里 并不是说评论压模不好 只是说 我们今天没有对与错 只有自己的选择而已 如果我今天选择 是美观 是美观的一个艺术品 好 我们不要说装饰品 我们叫做艺术品 如果我们今天买皮修的目的 第一个 我是要求的是它是艺术品 以模子做的皮修来讲 好了 你要它有鳞有角 要它怎么样怎么样 通通它都可以做 好 我只要模具把它做出来就好了 可是天然矿石就不一样了 天然矿石 你只要多任何增加一个 你没有一定的一个功夫的一个 这个程度的这个雕工师傅 你是绝对雕不出来的 所以你说真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天然矿石来讲 好 比如说是要背钱币 背什么如意 这些等等 没有这个三两三的功夫 是没办法雕如意的 也没办法去雕这个 雕钱币的 那个是非常非常要有 身后底子的一个师傅 雕工师傅 他才能够去雕的 那模子就不用了 模子只要牙模做一做 那个模具做一做出来 就OK了 那你想想看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讲好了 所以他会觉得他就会呈现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要他有什么他就有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选皮修的目的 是为了第一个我要当艺术品来欣赏 好 其实模具 模具 模具做成的一个皮修 雕模做的皮修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我今天的皮修的目的 是为了希望说 这个我百师皮修 希望能够对我们的事业 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的财运 有一点点帮助的情况之下 好 当然我们一定要选天然矿石 好那雕模来讲好了 当然 雕模一定 以这个 雕模跟天然矿石做比较来讲好了 当然雕模 当然我们的天然矿石 会比 比较丑一点 雕模会比较漂亮一点 好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差别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选有用的东西的话 对事业对于财运有帮助 当然我们要选 选这个天然矿石的 他这个才有力量 才有磁场在 否则的话 为什么呢 很多呢 好来到现场开光 他把自己的 百事皮修 好拿到现场去开光 好再如果他真 然后他看到我们现场的天然矿石的一个皮修的时候呢 他就会觉得说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老师我真的很后悔 太晚认识我们 太晚认识我们了 好如果我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今天买皮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我事业啦 对我财运有帮助 好不是说这个这个价钱的问题等等 我是要买有用的东西 那如果买一个没有用 我不是要买艺术品 那如果我买艺术品的话呢 我不如不要买 好这次强调不是说批论 不是批评压模不好 而是取决于 没有对与错 只有自己的选择 你是要选美丽的漂亮的艺术品 还是选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个天然矿石 好这是给大家这个提出我的一个看法 这个见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所以我们在选皮修的时候 真的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你说价钱 为什么有告诉我说 老师你为什么和这个外面的价钱 这个觉得觉得差距很大 不是差距很大 因为我们是天然矿石 好天然矿石 他今天的雕工师傅 他今天的成本 他今天这个材料的成本 好这么大一个矿石的成本 好这么大一个矿石 好这18个 这是10 这边是18公分 那还有30 这是30公分 好这我们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镜头呢 他是30公分 那30公分的情况之下 他是不是又更大 那我30公分之内我都不能 所以要超过30公分 不能有裂痕 不能有矿缺 不能有杂质等等等等 他才能去雕的 好 这些零零种种加起来在一起 我们的天然矿石 真的已经非常的一个亲民了 好价格价格非常的亲民了 好就是以上呢 就是这个说到这里 好那如果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皮修100问 好这个如果老师专卖皮修卖10年 那把大家常问的问题呢 就是其实在问也是问那些问题 都是网路上都 大家都是看网路传言嘛 好来问我 那我说我就把大家这个 这个常问的一个问题 收集起来 好整理在我们的皮修100问 好所以你在选购之前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皮修100问 皮修100问就是 中文网址招财皮修.tw 好这个就我们的 好点进去呢 好网址打这个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连结到我们的皮修100问了 好看看 有没有你想要问题的一个 想要问的问题 答案在里面 好那也非常欢迎呢 大家预约我们来现场选购 好选购之后呢 我们就现场开光 这样子有任何问题呢 都可以直接面对面的一个询问 好有时候在网路上 我很说实在的 其实不见得能够 第一个你没有看到食品 好不见得能够去把我所想表达的事情 或是你想了解的事情 好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认识跟了解 好就像就像这个摆视皮修是一样的 好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我们的一个这个天然矿石来讲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好那怎么去做分别呢 当然有人问我啦 怎么样去分别天然矿石跟模子呢 当然我一直在强调 第一个我不对别人的商品做评论 第二个我也不会挡别人的财路 模子跟压模 天然矿石跟压模 毕竟这个还是压模是非常非常多在市面上 那我们也不要去挡别人的财路 那如果这个有缘有机会到我们现场了解 你就会到现场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天然的矿石 你就能够去明白了很多很多了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好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也希望呢今天做一个这边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对于皮修呢 有更进步的认识跟了解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